下列关于Maxway在电磁学上的贡献的叙述 哪些是正确的音弦两项 好,那我们知道说Maxway基本上 他是将电磁学跟磁学统整在一起 而且他提出来的Maxway的四个方程式 在电磁学上是有很大的贡献 而且他也推导出所谓的电磁波的波数 后来发现光速跟电磁波的波数是一样的 所以他预测其实光 他认为光就是电磁波的一种 好,那我们来看选项里面叙述的A选项 他说是第一位发现电磁感应者 好,那第一位发现电磁感应的 就是所谓的变磁生电的 其实是乏力 所以呢,并非Maxway 好,再来看B选项 是第一位发现这个电磁可以产生磁藏者 好,发现所谓的电磁效应的 是丹麦的物理学家叫做厄斯特 好,那再来呢 电磁波存在的人呢 基本上是这个人叫做赫兹 好,所以呢,并非Maxway 好,再来呢 是第一位理论推导出这个电磁波传播速率者 好,Maxway呢 他提出来电磁波的理论呢 而且呢,他也推导出电磁波的波数 所以呢,这边的话 一选项也是对的 好,所以呢 这一题的两个选项呢 就是C和E 好,这边的电磁波传播速度